我今天就XX所有的杏辣麵 今天XXX 嗨大家好我是JuJu 熊 最近呢 因為天氣越來越冷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幫大家準備了一個單元就是 杏辣麵的100種吃法 什麼100種 3種了 好啦我這個人就比較誇張 然後因為呢你們也知道 韓國人對於辛拉麵有非常多的執著 基本上現在全世界各地 不要講韓國超市 超市裡面就是都會有賣辛拉麵 韓國人他們就是有發展成各種不一樣的辛拉麵吃法 今天熊就要來示範推薦給大家 3種現在韓國很流行的辛拉麵的吃法給大家 Yeah 我非常的期待 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還好吧反正我繼續做你 不是你幫我弄 也是啊反正我今天就是負責就是吃 然後推薦哪一種 可能我覺得最符合台灣的餵給大家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3種 GO BELL 這位大師請問第一種你要介紹的辛拉麵不一樣吃法 是要介紹哪一種吃法呢 第一個是 這個意大利麵風格的辛拉麵 辛拉麵 歐摩納 OK 先用了這個麵條跟 蔬菜包 蔬菜包 OK 目前看起來都是正常的 加了一半就好 不要太難掉 首先要加的是大蒜 大蒜 大蒜 OK 這個看起來跟義大利麵有關係嗎 有關係 Sausage 我覺得你可以再更多耶 看他們可以怎麼我買他們 那就可以了 OK 焦糖化 對 焦糖化 好專業的字喔 好專業 這麼專業 Next 然後加200ml的牛奶 200ml的牛奶 牛奶 牛奶 然後 71張 71張 湯包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很香 是有點那個 義大利麵的味道嗎 義大利麵的味道 有點那個 Rose Pasqua 辛拉麵的辛傑 辛傑 辛傑 那個泡麵全部倒出來 這個很淡 嗯 這個很淡的 義大利麵吃法的辛拉麵 沒錯 簡單 辛拉麵的羅傑 Pasqua 完成 喔 好吃的 完成 完成 我口水快滴下來 這個就是 義大利麵Style的辛拉麵 嗯哼 試試看 試試看 香腸不可能不好吃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喔 很神奇耶 奶跟起司的味道 可是其實你 那個detail 你可以感覺到 有點辛拉麵的味道 嗯 哇好吃耶 畢竟完全不辣 嗯 嗯 但是還是有辛拉麵的味道 嗯 哇 很濃喔 對很濃耶 你的牛奶裡面 沒有放很多 嗯 好濃喔 剛剛拍之前呢 我還跟熊說 啊這樣子我們再減肥 這樣子熱量很高 我們吃一口測試一下就好 我開玩笑的 我全部吃 而且因為不會膩 外面還有放剛剛一開始炒的蒜末 跟洋蔥 所以整個有點甜甜的感覺 我的媽啊 這已經很好吃了 另外兩種 會更好吃嗎 這個是韓國女生裡面人氣比較高 嗯 女生比較喜歡有點 柔街pasta的感覺 那我也喜歡 韓國 언니喜歡的風格 請問大師我們第二款拉麵要做的是什麼拉麵呢 喔 白中原大師教的辛拉麵炒麵嗎 喔 炒麵 喔 如果剛剛你覺得很簡單 這個更簡單 喔 一樣先把辛拉麵先第一階段煮熟 重點是辛拉麵 對 先不要煮太爛 OK 啊 魚中多塊煮啊 這種程度 嗯 稍微化開就好 先不要把它煮熟 接下來我要做炒蛋 炒蛋 加三湯的油 OK 三湯匙的油 再多一點 可以 OK 你愛吃雞蛋嗎 我愛吃 如果你特別喜歡的話可以加兩個 OK 如果還好的話加以後就好 OK 兩個 兩個 請問蛋要是什麼狀態 什麼狀態 炒蛋的狀態 蠻隨便的吧 完全是我也可以做的程度 辣椒粉 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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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 喔 鹹味不足 OK 這個 哇 所以你像已經加了五匙的油囉 嗯 我現在這個是橄欖油 橄欖油 的關係 這是白松原老師推薦的喔 對 這是真的蠻簡單的 很簡單的 喔 可是味道很香喔 嗯哼 味道很香 在泰國路邊賣的那種草妹的味道 欸 真的耶 OMG好香喔 大薯流汗了 哇 真的看起來很好吃喔 完全等不及了 這個是第二款 白松原老師推薦的辛拉麵炒麵 我跟你說 這個味道 我們也在開玩笑 哇 不像韓國的炒麵的感覺 對 也不是中式 真的是有點泰感了吧 為什麼 喔 Keran Keran OMG OMG 你不敢相信這個是辛拉麵變換出來的 你知道嗎 難怪是現在他們韓國網路人氣最高 而且很簡單 連我在旁邊看都覺得 喔 我的也是哈水熟的感覺 嗯 七叔叔一向都奶奶也可以做到的程度 好吃 嗯 真的很像東南亞的那個炒麵的感覺 而且剛剛其實辛拉麵的辣粉直接下去 沒有再另外添加任何的調味料 哇 超好吃欸 OMG 簡單 粗暴 又好吃 剛好今天的下雨天 嗯 很適合 熱呼呼的 炒麵 我覺得辛拉麵根本就是可以真的是直接當炒麵 它是被 湯麵 耽誤的炒麵 它其實是非常優秀的炒麵 跟上一個版本的羅杰Pasta的辛拉麵 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我覺得最方便的是呢 這一道料理啊 白大老師教的 完全沒有另外再用其他調味料 我覺得很棒 因為像我比較不會煮飯的人 我總是會比較trouble 我就是喔 有時候太鹹有時候就是 太淡 可是剛剛就是辛拉麵的調味包 一包就搞定 辛拉麵可以做到各種的風格 真的韓國人好變態喔 我們比較還是會尊重 原本泡麵的味道 可是你們整個是把辛拉麵 BRA 另外一種風格 做料理的時間很短的 嗯 剛剛不到三分鐘 平均大概五分鐘以內 怎麼辦我現在覺得 第三個改良版辛拉麵 會不會壓力有點大 因為剛剛的第一道就是 羅杰Pasta的意大利麵 跟剛剛第二道白中元老師的炒麵的辛拉麵 都非常好吃 我剛剛真的是很像在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 我去了意大利 又去了泰國 那我們現在回來韓國好不好 等一下第三道是 韓國Style的辛拉麵嗎 嗯哼 然後加一點 Special的東西 你要加上Special東西 那個味道會比第一個跟第二個更厲害嗎 嗯 都不同的感覺 好期待喔 剛剛前兩個有點是 異國風景感的 改良的辛拉麵 現在第三個 我們再度回到韓國Style 五花肉辛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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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以前那個江湖東風格 啊 第三個是江湖東Style的辛拉麵 第三個是江湖東Style的辛拉麵 OK OK 這個先拿上門桌 先準備 準備 準備 烤 打算 OK 因為是五花肉的油 所以很香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 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也是有點湯麵的齁 對 這就是湯麵的 太高級了吧 太高級了吧 太冷了 太高級 怎麼很像很貴的日本拉麵的感覺 差太 差太 哇 真的一秒回到韓國Style 我沒有想到第三個是湯麵 我以為也是湯麵 韓國Style還是日本的Style 有一點點亞洲Style 不是亞洲Style 我立刻投吃一個肉 五花肉 嗯 五花肉 五花肉 嗯 好吃喔 江湖東Style的五花肉辛拉麵 太讚了吧 嗯 怎麼說呢 比一般新拉麵的湯頭更濃 很香 然後還有辣椒的香味 因為五花肉的油 嗯 哇 嗯 真的很像那個日本的拉麵的感覺 嗯 不敢相信 這已經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個 第三爆泡麵 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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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相信這個是一個泡麵的湯耶 很像 很厲害的湯頭 很像是特別骨頭湯熬出來的 這個湯非常厲害 真的完全不像韓國的杏拉麵 嗯 很像日本的辣麵的感覺 嗯 我們今天的三種麵真的很不像杏拉麵做出來的 好好吃 嗯 哇 哇 哇 嗯 嗯 唇齒留香你知道嗎 啊 吃飽了 怎麼說呢 這一集是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韓國現在流行的三種人氣 新拉麵的吃法 我個人覺得謝謝你們 因為 我拍得非常的幸福 你最喜歡哪一個 這真的好難選喔 因為它三種都很好吃 然後完全是不同的風味 就是你有點會忘記它的基底 其實是這麼單純的新拉麵 然後第一個直接是把我們帶去 有沒有 沒有Pasta 就是那種就是在那邊吃那種 義大利麵的感覺 第二個炒麵 就是那種立刻有點泰國的感覺 然後又很簡單 然後第三個這個其實原本 我原本覺得 湯麵 那就是一般的新拉麵嗎 就沒有 剛剛那個湯頭 哇 它的油是一個重點啊 很重要 整個湯頭超級好吃 我覺得三個我覺得我都會打五顆星 但是如果說你要我選一個的話 以我的程度我應該會選 第二個 白中原老師的炒麵 因為最簡單 它的難易度應該是 白中原 然後 藕膩的 Pasta 然後最後是 這個 江湖東的湯麵 也是簡單 可是的確是還要先烤五花肉嘛 然後什麼的 那白中原那個真的超爆簡單 就是煎蛋之後直接 連了新拉麵的辣粉直接炒 好歡迎你們 我今天就三種 所有的新拉麵 今天 我一直做的 哈哈哈 大概我們在拍這個影片的前三十分鐘 他很認真的在裡面 稍微看一下 現在的冷氣吃法 他現學現賣 結果 大成功 真的大成功欸 都好好吃喔 因為真的很簡單啊 你是不是一個天才啊 我出賣你欸 欸 欸 欸我也滿18歲不能喝酒 我來 好好吃你們也一定要去試 如果跟Juju一樣 手比較笨的 天是白中原老師的 那如果說本身稍微會料理的 那就是ONI的PASTA 跟江湖東的這個日本湯麵 都要試 超好吃 這個湯頭真的就是你去 會去日本喝的那種 很貴的拉麵的湯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一模一樣 這麼好吃 不要去日本 有機會我還是會去 哈哈哈 真的好好吃喔 我的媽呀 好感動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三種 現在韓國非常流行的 新拉麵的改良式吃法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冷冷的 有沒有 現在秋天 變冬天的時候 無咬的時候 可以嘗試看看 他第一次嘗試 三種都大成功 超厲害的 真的超簡單 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你們再留言告訴我們 就是大家喜歡哪一種 那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多發覺一下 韓國好玩的泡麵的吃法 給大家 因為台灣也是非常喜歡吃泡麵的 我們以上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我們的歡迎多多訂閱我們 然後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三 晚上六點記得回來我們的頻道做做 然後可以多多留言跟我們聊天 雖然JJ會很慢 但是JJ都有看 哈哈哈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太幸福了啦 我們十一份兒 沒想到 我們十一份兒 我們十一份兒 昨天晚上 我們收到 你們十一份兒 我們十一份兒